這兩個地震發生的位置 屬於在這個0403地震序列比較偏北的位置 那下面這邊這個是地震的一個發生的範圍 這就是地震發生是比較偏 0403地震序列偏北的位置 那因為印第調整關係 有時候地震會比較走南邊 有的時候也會偏到台灣的一個 就是這個序列的一個北邊的位置 那就到目前為止 我們統計到的這些優感地震的一個數量 已經達到1304顆 那從每天的一個地震的一個活動數量來看的話 跟1999年921地震的一個趨勢有點像 就是每天的一個地震的數量會逐步減少 但是時不時就會有一段時間 可能是處於這個比較活躍的一個時期 那由於這個地震的0403地震 它的規模達到7.2 所以我們目前評估這些餘症的活動 可能還會持續至少3到6個月 那氣象署在這邊呼籲民眾 在這段時間之內還是要盡量做好 這個防震減災的一個準備工作 然後近期降雨比較明顯 那如果有掉山區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一下落石灘番的一個風險 好 以上報告 想問一下過去有其他的地震 像這一次一樣 就是說已經過蠻久 然後還是有從右上的地震感 事實上就像我們剛才前面提到的9億地震一樣 它其實在這種比較大的地震發生之後 它的餘症活動的一個時期就會比較長 那像現在從4月3日到現在 其實以地震活動的一個角度來說 其實並不算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然後有問說那個全球地震3D圖 就是說台灣今天其中的累積地震 就是已經超過網頁邊緣 就是其他地方有發生過的比較大的地震 可是沒有像台灣一樣 就是說密集成這樣 那他們想問一下說這是正常的嗎 其實我們跟之前的921地震來比的話 這一次的地震並不會有太過異常的一個程度 那基本上921的話 它在地震發生後的一個禮拜內 其實也有產生了大概有10起 規模6以上的一個禮震活動 那花蓮這次地震其實相對於921來說 並沒有太明顯的異常的一個現象 請問一下就是說 未來三個月到半年時間 還會持續有雨震發生 那這個規模的話 有可能最大還是會有可能出現到 例如說規模6 還是說7也會有可能再出現 目前來看的話 規模6的可能性其實不能完全排除 那像之前921的時候 它其實也之後9月多發生地震 到10月的時候 其實也在嘉義地區 會有產生一個規模6點多的一個 這個餘震 所以呢 其實我們不能排除接下來 還有6以上的這個 餘震發生的可能性 可以問一下為什麼現在大地震或漁震都發生在晚上 大地震或漁震發生在晚上 這可能剛這個目前來說可能是一個相對比較偏巧合的狀態啦 事實上我想這個主震發生的時間也不是在晚上 那7點7點2的這個地震發生的時間比較接近在早晨的時間 大概7點8點左右 所以那個不盡然完全是說大的地震都發生在晚上 那可以問一下 我們晚上的那個2點21分的地震 為什麼台北有時候警報之前沒有 您指的之前是指 像4月3號的時候 4月3號的時候 因為我們4月3號那顆地震 因為它的地震的規模比較大 那我們一般需要獲取一些證員資訊的一個時間 破斷會比較長 那剛好這個地震 在我們 我們在評估它的這個證員參數的時候 時間段不夠的情況 所以在預估的時候有一點偏差 余政現在的活動目前看起來 其實跟9月以來相比算是形態蠻為類似的 那持續的時間保守估計3到6個月之內 都還是會有可能會有這種比較有感的這些 數量比較大 數量比較多的有感地震發生 目前看起來有什麼觸發其他地震活動的可能性 什麼 有可能觸發其他地震活動的可能性嗎 觸發其他地震的可能性 不能完全排除 因為這麼大的地震 它其實有可能會擾動到周邊 甚至於距離遠一點的一個構造 那我們沒有辦法排除 它可能會觸發其他地區的一個地震的一個波動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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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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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呃 民國113年4月27日 呃 凌晨2點21分 與其2點49分 在花蓮地區分別發生了規模6.1跟規模5.8的有感地震 好 那這兩個地震在我們的觀測資料中 在台灣北部地區都有達到震度3到4級 那同時這兩個地震也發布了國家級的一個警報系統 呃 警報也發布 那警報發布的範圍規模6.1的這顆 呃 有感地震 它警報發布的範圍是 花蓮 宜蘭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園市 還有新竹市 新竹縣 以及台中市 彰化 那規模5.8的這顆有感地震 它發布的警報範圍是 花蓮市 呃花蓮縣 還有宜蘭縣 兩個地區 那 呃 這 這兩個地震 他們發 發 OK 慢慢切一下 好 OK 那下一 再下一頁 OK 那這兩個地震的話 呃 這邊是台灣的一個板塊的一個 構造圖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花蓮地區 它其實是一個 呃板塊 呃 碰撞擠壓 比較強烈的地區 那 再加上呃 4月3號發生的規模7.2的一個 有感地震 所以當地的一個構造 算是相對比較穩定 然後需要做一些 硬力轉移的一個 呃 會硬力調整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這個地震 其實在 呃 地震 這兩個地震發生的位置 屬於在這個 0403地震序列 比較偏北的位置 那 下面這邊這個是 地震的一個 發生的範圍 這就是地震發生 是比較偏 呃 呃 0403地震序列偏北的位置 那 呃 因為硬力調整關係 有時候地震會比較走南邊 有的時候也會偏到台灣的一個 呃 就是這個序列的一個北邊的位置 那 呃 就到目前為止 我們統計到的這些 有感地震的一個數量 已經達到1,304顆 那 從每天的一個地震的一個活動數量來看的話 跟 1999年921地震的一個 呃 虛勢有點像 就是 每天的一個地震的數量會逐步摔 呃 逐步減少 但是 時不時就會有一段時間 可能是屬於雨震比較活躍的一個時期 那 由於這個地震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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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地震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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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震減災的一個準備工作 然後近期降雨比較明顯 那如果有掉山區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一下落石灘番的一個風險 好 以上報告 想問一下過去有其他的地震 像這次一樣就是說已經過蠻久 然後還是有超過六個地震發生 事實上就像我剛才前面提到的九億地震一樣 他其實在這種比較大的地震發生之後 他的漁震活動的一個時期就會比較長 那像現在從四月三月到現在 其實以地震活動的一個角度來說 其實並不算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然後有問說那個全球地震3D圖 就是說台灣近期的那個累積地震 就是已經超過網頁邊緣 就是其他地方有發生會有比較大的地震 可是沒有像台灣一樣就是說密集成這樣 那他們想問一下說這是正常的問題 其實我們跟之前的九二一地震來比的話 這一次的地震並不會有太過異常的一個程度 對 基本上九二一的話 他在地震發生後的一個禮拜內 其實也有產生了大概有10起規模6以上的一個雨震活動 那花蓮這次地震其實相對於九二一來說 並沒有太明顯的異常的一個現象 請問一下就是說 未來三個月到半年時間 還會持續有雨震發生 那這個規模的話 有可能最大還是會有可能出現到 例如說規模6 還是說7也會有可能再出現 目前來看的話 規模6的可能性其實不能完全排除啦 那像之前九二一的時候 他其實也之後九月多發生地震 到十月的時候 其實也在嘉義地區 有產生一個規模6年多的一個 這個雨震 所以呢 其實我們不能排除 接下來還有6以上的這個 呃 雨震發生的可能性 請問一下為什麼現在大地震或雨震都發生在晚上 呃 大地震或雨震發生在晚上 這可能剛剛這個 目前來說可能是一個相對比較偏巧合的狀態啦 事實上我們想這個主震發生的時間 也不是在晚上 那七點七點二的這個地震發生的時間 比較接近在早晨的時間 大概七點八點左右 所以那個不盡然完全是說 呃大的地震都發生在晚上 請問一下晚上的那個2點21分的地震 為什麼臺北有收到警報之前沒有 呃 您指的之前是指 4月3號的時候 哦 4月3號的時候 因為呃我們 4月3號那一顆地震 因為它的地震的規模比較大 那我們一般需要 獲取一些證員資訊的一個時間 波段會比較長 那剛好這個地震 在呃我們 我們在評估它的這個 證員參數的時候 時間段不夠的情況 所以在預估的時候有一點偏差 那你問一下余政現在這麼多震發 然後會預計有多 會預計持續多長的時間 呃余政現在的活動目前看起來其實 呃跟9月以來相比算是 呃形態蠻為類似的 那持續的時間保守估計 三到六個月之內都還是會有可能會有這種比較 呃有感的這些 數量比較大 數量比較多的油感地震發生 目前看起來有什麼觸發其他地震活動的可能性 什麼 有可能觸發其他地震活動的可能性嗎 觸發其他地震的可能性 不能完全排除 因為這麼大的地震 它其實有可能會擾動到周邊 甚至距離遠一點的一個構造 那我們沒有辦法排除它可能會觸發其他地區的一個 地震的一個波動 OK 謝謝 謝謝 好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